黃小虎 老夫子 暴京雲 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長的本地漫畫角色 除了可以在漫畫書中見到 他們的立體模型將會在九龍公園的東側長廊上展出 香港動漫畫聯會和生產力促進局同創以香港合作 成立香港漫畫聲光大道 8月尾24座原創漫畫角色的立體模型 和本地漫畫家的銅製手印 將會在漫畫聲光大道上擺放為期三年 這次單是籌備已經用了近兩年時間 需要和不同的部門溝通包括資金 最重要都是選擇地址的問題 然後也經過一個公平的輪選 哪些漫畫家哪些作品可以入選 因為始終有個名額目前有限數 所以這個時間會用得較長 黃玉郎估計漫畫聲光大道 每日可以吸引五千至一萬人參觀 不擔心會好像現在聲光大道一樣 被評為最令人失望的世界景點 不會害怕的 既然是我們香港的文化 受到好評或者劣評都好 都是他有不同人的意見 我們完全不會害怕這件事 負責單位說籌備工作仍然進行著 漫畫人物的造型都調整著 不過今年7月底的電玩動漫節 將會推出四五個模型 被市民先倒為快 香港文件事記者廖正文報導 各位各位朋友 請看右轉 我的畫面 請看右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